有人说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片丑化了师徒四人形象 可实际上星约却是高度还原了西游记原著中的暗黑风格 甚至为了过审而不得不有所保留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中师徒四人的真实面目 原著中的孙悟空身高不足四尺 换算一下就是不到一米三 长相是七高八低故怪脸 两只黄眼镜一个磕额头 獠牙向外生肉在里面鼓在外面 简直是奇丑无比 美猴王这个名号也只是他自封的罢了 而且孙悟空性情十分凶残 在被如来降服前 在花果山一片时活人为生和白骨精同属一个行业 猪八戒本名叫猪刚烈 在原著中就是一头大黑野猪 浑身鬃毛长嘴大耳满口疗牙 即便是变成人身也还是个猪头脸 在被贬下剑后刚出生就咬死了自己的父母 成年后更是以人为食 凶残程度令人发指 而三师弟杀无净 脸如蓝钉口似血盆 发出的声音跟打雷一样大 脖子上挂着九个骷髅头 在流沙盒每天要进食四十斤人肉 而且沙僧又高达四米的身高 非常吓人 估计孙悟空也就能看到他的膝盖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吴承恩笔下的唐僧是什么样子 他是典型的自私自利 欺软怕硬的圣母形象 一遇困难就想放弃取经 但看到美女就会主动上前搭讪 原著李胖和尚这个词 一共出现七次 其中有三次是说猪八戒 而另外四次都是说唐僧 忍住中的师徒四人冒和神离 各怀鬼胎 这样的取经四人组 是不是有点毁童年了呢 好了 我是利哥 我们下期再见